做紙杂的人 很少会半路离开 离开了 他还是还会再进来 很奇怪 你做什么东西都不成 我们这一行叫做紙杂行业 它用纸跟柱做出来的东西 文化做得开心 做得满意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我叫图喜行业 来自林佳龙 这一行差不多做了41年 画图都是在我们的头脑里面 大概这个物质要做多大 多深 多高 我们会说先打底 打签 打签了才来占它的柱 才来找出它的大小比例 才来上色 要是要漂亮一点可以装上灯光 给它比较有亮度 比例就是要撇得好 什么地方好像你花园没有留 那个亭座都很高 而且它的那个栏杆这样小 所以你要有个比例 我有个顾客他问我 老板老板 你屋子装好了 这个我阿爷的屋子 在地府的话它有多大 我跟他讲 老板娘我还没有死 我还没有去过 坐下的需要 住家的要求什么 你能做得到 你就接咯 屋子可能有的要求 可能需要红叶 要红色一点 要比较红 有的会要求重量 有的会要求摩托车 脚车 懒人椅 风扇 看顾客的要求 不讓 以前做個功德是有錢人才會做功德 有的甚至賣地來做人 做整個功德的過程 就是他的子子孫孫的團結 的氣氛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說 上一代的兩個老的不在了 下一代的合不合氣 現在就是年輕人他都不學 都做這種有辦公室 現在都是外的 然後一般華人 華人都是以前那些老同事 最慘的時候就是這一次的MCO 我們企業都是做大事業的 我企業的時候我做很大一下 差不多有整個基隆坡到邦航都有 28組的普渡 MCO就沒工作做 有的東西材料都準備了 輸到很多錢 後來我就去成龍廟 他管了 我講我不做了 那個大事業我不做了 第二天就生病了 第三天就去跟他點個箱 不是我不做 等我有言我才做 第四天就好了 他頂著了 我來講 他頂著了 不哭 他頂著了